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是不是能够提供另外一个更好的 因为我们认为 我个人也认为 实际要做真的是好事 但是真的是选错地方 谢谢 市政府通过了这么多保护区变更 然后通过了这么多的一个 专业委员审查过后的一些案件 那这些到底都是违法的吗 针对于水患的问题 存在着无限上钢的一个恐惧 那其实在现况跟环保之间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 可以去提供可行性的一些协调跟办法的一个解决 大家害怕的水患问题 政府其实真的扮演起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志宏池的新建 到大湖的一个整治 到所有航管的一些建设 其实都已经解决了非常大部分这样子的一个疑虑 因为实际它毕竟是一个公益团体 它有它在公益社服上面的一个专业 它不是政府 所以它不应该要去承担 所有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 什么三万四万五万 虽然我是不晓得这些数字的由来 但是我是希望说 让实际去发挥它专业的一个社会福利的部分 相较于之前 这个林副市长实在当时的这个160 现在呢我们已经调为113.2 下修46.8% 陈沙志宏的规划呢 也去做一个提升 那社区跟一些大家的一些声音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把功能做一些调整 跟一些这个整合 能不能变更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竟然是用一个菜市场喊价的方式 从160 好不行 120 不行再不行是不是 130 113 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开发呀 到底能不能变更啊 适合开发适合变更吗 所以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个东西吧 我们应该讨论程序上 他所申请的法令依据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是不是以之后才来考虑这个环境是不是可以 实际的变更依据是都市计划法第27条第一项的第三款 法条的内容是遇到适应国防或是经济发展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训行变更 请问本案跟国防或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而且本案它是保护区已经十几年了 有什么急迫的需要一定要现在训行变更 这个案子荒谬的地方就是 它既是社会福利又是经济 我要问它到底是经济还是社会福利 这个案件不是房地产开发案 所以就一般都市计划变更 这个低价值变高价值的这个涨价利得的回馈啊 其实这个案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发利得的问题 另外就负担的这个部分啊 外部成本内部化 包含就一些开放空间就一些排水的设施 我们也都设置了 当然倘若说真的要以一个这个货币的计算的话 目前所投入包含地区的公共建设 排水跟这个一些的廊道 还有一些文教的功能 社福的功能 这部分总计大约可以超过新台币16亿元 27条的第一项的第三款 我觉得那个定义应该是中央要搞清楚 平常你讲就我自己学规划的角度来看 那个国防跟经济需要 国防比如说我们发生军事的这个必要性 比如说战争啊或者干嘛 必须要赶快重建 或921大地震的那个重建 是因为要让那边赶快来做 所以讯行变更是有它的必要性 本案呢 那个由这个慈济这边来提出变更为保护区为这个社福特定作用区呢 基本上呢是跟刚刚所提到的包含这个核心医院的变更案呢 农产市的变更案跟慈慧档的变更案类似 都是在这个原来使用分区里面呢 它的项目呢是副条件允许 但是因为它的规模呢 超过原来的5000平方公尺呢 所以要求要进行都市计划变更 如果是依照21条第一项第四款 省市配合省市中大建设这一部分的话 内政部呢它有明确的定义就是说 必须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 你才可以任意 依照这个方式来办理 但是呢 依照刚刚所讲的那个经济或国防发展需要 这一部分的话 呃 向来就是认定会比较宽松啦 会比较宽松 内政部呢 也没有明确的这个定义 那曾经有过解释就是说 如果有疑疑的话 就可以由这个委会这个 省疫过程当中的予以来 来厘清或认定 下方的掉下 所以这部分的话 补充说明 慈继都说 他们要做的是一个善经济 他们要做的是恢复保护区的地貌 他们想要做的是拆除 现在的 呃 现在这个维维建园区里面的柏油路面 拆除铁皮屋 可是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这些事情我们也都很赞成 而且慈继不需要变更保护区 他就可以做 其实按照我们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 自治条例的相关规定 虽然这个土地被化为保护区 但保护区不是完全不能用的 保护区是可以负条件的使用 而且他明白的就写一定的 在负条件使用下社会福利设施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慈继真的是有心想要保护当地的环境 真的想要恢复保护区原始的 美丽的自然的面貌 他现在此刻就可以拆掉他的铁皮屋 我记得上次张贵林伟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中心或者这个专用区 是不是一定要设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其实如果按照现在设置的规模里面 有一个叫社会福利中心 仓储及急难指挥调度中心 另外这个两万多平方公尺 然后另外是国际志工培训及发展中心 也是两万平方公尺 原来慈继现在在这边做的环保教育区 大概五千平方公尺以下 就是说 假设说这一块基地 我们真的持平而论 我相信如果不变更保护区为其他的区 即便不变更慈继如果真的要做 他现在也可以做 五千平方公尺以下 不用变更分区 他是可以做社会福利设施 而且真的可以把这个地整得更棒 那我当然知道慈继 因为是一个这么大的社会的NGO 所以他当然研究会计跟成本的制度 或许在当初取得这块地的成本 来算一算 刚刚应该有曾经民众也提到 他说慈继也不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所谓的慈善机构 我当然觉得他是取之一名用之一名 我们看到全国的高龄者 最高的是在余尼跟嘉义 超过15%以上 或者是非六都的这些 其实相对资源更窘困 搞不好这样子的一个基地 放在那个地方 对全国来讲 对台湾的慈绩的这个事业 要推广到全球 我觉得不冲突 冲突就是说 现在这个基地已经买下来了 那当然我知道 我买的时候 的确我以前去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案子 的确他就被铲平了 的确作为硬扑面 那所以我们要不要说 让他去回复到原来的这个保护区 这个案子不应该个案变更 应该要通盘检讨 101年监察院发了一个纠正函给台北市政府 函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跟个案变更 个案变更必须要是因为特定的重大事变造成特殊情况 请问各位委员有吗 个案变更必须在时间上有急迫的要求 而且来不及在通盘检讨为之 请问各位委员有吗 这个案子已经审了这么久了 请问他有急迫性吗 他能够做个案变更吗 觉得就法论法来讲 一个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说 我带其他案子都是这样讲 能够通检就尽量应该通检 因为通检毕竟是比较可以 能够更宽广的角度来打 那要不要纳入通检呢 基本上呢 保护区通盘检讨呢 我们几次来呢 也已经重申就说 市政府呢 不再进行保护区的一个通盘检讨案 所以如果要纳入通检的话 可能就是纳入内部区通盘检讨的方式 来办理 那至于就是说要个案变更 或通检的办理的话 市政府这边呢 警督督委会的一个决议 就是说这个案子的保护区的变更 那会不会变成是 开启了潘朵拉的保护 这之前是我自己加的 潘朵拉保护就是后续会有 一些连贷的一个效果 实际别做违法的事 实际别做违法的事 救救内部保护区 救救内部保护区 实际别做违法的事 实际别做违法的事 救救内部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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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内部保护区